您给出自己的观点 我的观点实际上公款支付问题 实际上按照各单位 他有一部分钱是吧 可以作为这个用餐费 他的用餐费 叫什么招待费是吧 按照他们早先说可以说 菜一餐 大众都知道 如果超过这个标准 就接近了贪污 好的谢谢你 谢谢来给点掌声 说来说去也都是说 我们是礼仪之邦 人情往来是很正常的事情 大老远过来了 到我们本地 本应该尽一下地主之仪 来咱们先吃一顿 可是刚才的这位观众又说了 他有标准的四菜一汤 可是能做到这一点吗 咱们这个标准 我觉得就留下了很大的灰色空间 你同样是四菜一汤 你不知道吃什么是吧 里边如果说萝卜白菜 这四菜一汤是可以 你要是龙肝凤髓 你说现在吃野味是吧 咱们那个老虎杀了 那个熊猫杀了 你说这也是四菜一汤 是吧 它这个空间就非常大 就是你这个 它这个规定上 确实就留下了很大的弹性 这也正是我坚持说 公款吃喝不应该入行的理由 为什么呢 一个法律你制定出来 你必须有操作性的 你怎么操作 你没法操作的话 就会出现一种什么状况呢 就是慢慢的就没人理它 那就是像郭先生说的 在那个废纸堆上又堆高了一截而已 那现在很多学生毕业之后 有的时候去应聘的时候 有一个规定 就是说你来到我们单位 有一条 有一条 就是能喝酒 对 所以这个 就是我们现在整个日常的文化 我觉得这可能是需要有一个改变的 但观察文化 如果形成这样的一个风气 就有问题 所以我觉得问题不在于你定四菜一汤 即使定四菜一汤 这个标准好像是很清楚的 但一直选我就可以走样 所以我觉得更大的一个是要改变我们的行政的传统的运作方式 但有一个总的标准 刚才郭先生提了 第一我们太有钱了 政府太有钱了 第二太有钱了 这是我觉得最大的问题 按厂里来说 你的款项主要用于社会 取之于民 用之于民 这话说起来好说 但现在我们一算的话 政府有很多的钱是花在自己的 我们大概算计说的9000亿大概要占到30%的财政 所以你可以想一下 这样一笔钱 就说明政府太有钱 花给自己的钱太大方了 但是给社会的社会保障 这个钱太少了 教育大家都能看 所以我们不再说这个人情不人情 所以我们不再说这个人情不人情不得